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的生活 侍奉言行 都能够带着高油 能够充满了生命呢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而圣经告诉我们 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 他说我们既然在 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侍主 按着心灵的信仰 或是圣灵的信仰 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换句话说 你要怎么样子 让我的生活严行侍奉 充满了圣灵 充满了生命呢 他说你就是要脱离 徒有宗教外表的遗文 旧样的服侍 学习在圣灵的信仰里 在生命里面 我们来侍奉神 那么你可能会觉得说 余弟兄听你讲完 我还是没有得到答案 那就是我所盼望的 有意思我们在中国 培训的时候提到怎么样子让我们的服侍 让我们的聚会 让我们的讲道 让我们的祷告 甚至让我们连跟人对话 都能够带着膏油 带着生命 大家在这个题目上一直有很多的探讨 保罗告诉我们 就是要脱离 遗文的旧样 要在圣灵的信仰里面 来侍奉神 那你说 这个 这个还是没有答案 其实答案都在 这个 这句话里面 你看圣经里面 路加福音 我举个例子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 主耶稣说 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你们一定会想说 那我要怎么样子 可以让这个应许 实现在我们身上呢 那个路在哪里呢 那主耶稣接着讲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寇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看主耶稣的回答 跟他的应许是重复的 表示因为这是太直接 太清楚了 不需要解释的 同样的我们今天服侍主 怎么样子能够带着高油 带着生命 你就是脱离 英文的旧样 在心灵的信仰里面 英文是说 不是照着疑问的旧样 那在这里 他提醒我们两件事情 一个他提醒我们 境界的问题 要in the spirit 在圣灵里 第二个他提醒我们 性质的问题 是要在心的里面 the newness new way 是要在心的里面 就是不要老旧 不要只是在表面的 不是只是一样花葫芦的 是要真实的 所以重点不在于说 他是不是传统 不要以为老的东西都不好 传统的东西都不好 一文旧样并不等于传统 传统并不等于一文旧样 因为很多的传统是非常好的 他是经过历代累积的经验 所出来的精华和丰富 有一些是主所要的 例如说剥饼聚会 已经两千年了 你不能说他是传统 就是一文旧样 不是的 而是要在心灵 信仰里面来剥饼 我们到今天 都还不太懂得剥饼 还要进步 一直要剥到主回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多次的强调过 生命是侍奉的根基 侍奉是生命的发表 先要成为对的人 我们才会有对的生命 也才可能会存着对的态度 能够做对的事 在神面前有对的侍奉 而我们的侍奉 这个时候才可能真正的荣神义人